中華民國政府難道毫無智慧的餘地嗎 我們首當其衝耶 我們會深受其害耶 就這一點我們今天特別提出這個決議案 要求日本政府在沒有爭得周邊國家同意 就要將福島核污水排入海洋 以臨為禍的這種做法 已經引起國際社會周邊國家人民的不安 中華民國政府應該對此 據澳無理的作為表達遺憾 並提出嚴正的抗議 第二福島的核污水排入海洋 會侵犯鄰近國家區域的人權 嚴重損害海洋資源 中華民國政府在過去早已跟日本政府 曾經簽訂過核子能源資訊交換備忘錄 請日本政府要依據相關規定辦理 安全存放福島放射性核廢物及核污水 絕對不可以擅自的排入海洋 第三日本政府應該正視其國人及周邊國家人民反對的意見 重新跟周邊國家進行溝通 妥適的來處置 不應該任意排放 任何國家不能自外於國際社會 日本應該負起責任 我們應該要維護海洋資源 保障國際公共利益保護中華民國人民的健康及使用 海洋相關水產品的安全 我國外交部應該正式去電駐日代表著 即刻向日本政府表達我方反對福島核污水排放入海的立場 就這件事情 民進黨今天雖然不敢反對 我們已經排入了整個院會的議程進入二讀 但現在是拉下朝野協商 我們也希望民進黨政府不要自我矛盾 一下又反核 一下遇到日本的核廢水 又要大放水 大開這個後門 就這一點也希望民進黨政府不要逢日必軟 可以改變 以及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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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